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最可力 我是阿格丽呢 阿格丽今天一样要带你从世界总金到国内财经 帮你一览无遗 那一开始呢 我们先跟大家聊最近的盘势 阿格丽刚刚也跟我们来宾私底下聊 真正有跟我拍着的啦 有一些股票呢 涨了赚钱了 想说跟他拗赚更多 结果就回跌 那烂的股票把他砍掉 结果就不续跌 真的是很难做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台北股市里面最近 到底是哪些股票在抢呢 其实啊 诚如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其实全资股在外资放假的过程中 中小型股的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机会 我们来看到这贵买指数也在昨天创高 那今天的台股虽然是这个下跌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这次联准会 这个FOMC会议之前 南敏会有一些震荡 其实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中 也有跟大家提醒这一点 你要等这个事件过后 其实整个盘事才会比较安定 那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啊 昨天上涨其实真的还蛮不错 有487家是上涨以外 涨停的有43家 跌停的没办法 所以现在看起来 多头的格局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的去关注 毕竟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了 这个下跌可能只是一个区间的震荡 那震一震大方向还是往上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的盘是有哪些奇怪的地方 阿克力帮大家留意到上市外资啊 买超都在买什么 这边是所谓的买超的部分 我们卖超先不看 我们看到这些买超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好像都在买低价股低价股当道 因为我们把这个阳明撇开不看 其他的股票 清一色阳明跟长龙撇开不看 清一色其实都是50块以下 买超的第一二名呢 第一个买这个美债20帆一啊 13块 金保15块 中刚也不是到太贵 所以看起来似乎外资都在减一些同班股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解析啊 那此外看到投信呢 其实也买很多是这种比较便宜的 例如说华航啊 苍龙航以及友达等等啊 所以成如我刚刚讲的 很多你觉得会跌到挫赛的 例如说之前面板航运 结果没有续跌反而还反攻 所以这个盘真的是不好赏 那在今年这样轮动这么快速的情况下 你看喔 中刚今年大概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就建高点了 那这个航运在上半年建高之后 下半年也一直没有办法回去前高的情况下 其实现在很多投资人就在考虑了 好啦 既然指数还是会往上 我们看到美国极大指数都往上 不过昨天也有跟大家提嘛 美国虽然指数在创高 可是很多中小型股 一样是跌到趴在地上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 投资人就觉得说 那不然我干脆买ETF就好了 确实喔 ETF在今年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我们不要说 台湾推出很多ETF 连美国这么成熟市场光今年喔 就推出380档ETF 所以真的是台湾的ETF 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多 那我相信这也是好事 因为当ETF越来越多 就有竞争嘛 竞争可能管理费就比较便宜一点 或者是说你的主题比较多 像明年我有收到一些资讯 例如说像电池的ETF 元宇宙的ETF也会推出 那今年的全球 如果我们来看 也不只是台湾跟美国这样的现象 全球去年 去年是有7357亿的美元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金 流入到ETF 那今年的已经突破了一兆了 所以ETF的投资 似乎已经变成一个险虚 所以在投资上 我们到底要选个股 还是选ETF 还是如何做一个评论 也会在今天跟大家一并的 做一个讨论 好 首先今天呢 一样是我们经典组合 首先是我们的古怪教授 谢承彦 以及我们的邀谷大师明章 好 那今天台股 因为下跌的关系 我们要拐气一下 我请这个邀谷大师 先帮我们打投资 因为过去教授 会先帮我们讲总金 那在这个盘式 我想大家总金应该没想到 大家都是在等这个会议 教授先不要生气 教授搞不下去 教授 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来宾呢 没有侮辱来宾 所以就是教授今天也准备了 没有总金的一个内容 没有总金的内容 就是对应现在的盘式 给大家一些建议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邀谷大师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中小心谷 不要亂天 因为在这个加群指数 还没有过前高 甚至已经跌破 今天已经跌到月线左右的位置 但是这个OTC相对强 这一点我们该怎么观察 其实我们过去这段时间跟大家聊 我记得我来上阿格力的节目 大概在11月份 这里我就跟大家聊过 我就说那时候不是很多人说 这会跌万八 阿格力就我讲什么 你说不会跌 那时候不是讲说 一些很多知名的财经商说 这个会跌 那会跌 最快也在12月底 今天是12月中了 我再撑半个月就我赢了 我再撑半个月就我赢了 希望你输好不好 让我赢一下 指数而已 我们看个股 个股 个股能不能赢 指数我赢就好 这个买贵怎么办 它就变成一个区间 区间有上下源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最近我们发现 阿格力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看企业的股票 我多爆一下下 照理说我们强势股续爆 合理 结果最后大赚变小赚 小赚变没赚 弱势股 砍掉减码合理 弱势股反弹 强势股回档 过去不管是财经专家 还是输都这样教我们 都要留强势的 留强的 我们所有的投资都叫我们 太弱留强 最近我太弱留强 他走了 我也觉得不顺 像我客户的跟我说 老师阿 转强我可以加吗 不行 烫烫烫烫 真的吗 人家教科说会强 你看大盘也这样 这里是11月的29号 跌破 这够丑了吧 超丑的 所有的现几乎都破吧 空头排列 不对 变破断买一点 技术分析派 零上三条线 就变八了对不对 好 一次不准再来一次 上礼拜 对不对 17988 即将创高 10超12点 差12点 而且数字很吉祥 4个8 发发发发 这个作手 我本来想说给我们暗示会发 对 我想说 这应该会过了吧 没有 再扒一下 今天要大跌百点 他是八八八八 刚才八了 所以暗示我们说 12月面是八来八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你不要觉得 好像我们 好像这投资专家最近讲的 好像都不太准 起立不起 对了 又没了 对 不是只有我们这样 你看阿贵你刚刚讲投信 我也觉得很好笑 刚刚投信卖超第一名是什么昨天 卖超第一名 大同宝宝 大同宝宝 今天大长 昨天投信卖超第一名 叫大同宝宝 今天大长 怎么超乎大家想象 因为通常大家看到投信 大卖可能今天就砍股票 通常你看阿 投信 因为大同最近 换董事长 他说投信昨天砍了6800张 今天大同大长 而且今天台北股市还跌百点 好奇怪 这不合理吧 那万八会不会来 真的会来 我会建议大家 这一波今天这一个比较长 这个下来这里 这里是你接下来最后的买点 跌破月线 这边是最后 你说最后的买点 最后的买点 最后的买点 就是我们现在12月中 你今天看完这期节目 如果你打算说 我现在少一些好股票 我想要把它hold到12月完 过完Christmas 过完搞不好我想hold到农历年的 你真的要留意一下 因为最近有一些股票 不是说你去抓投信买什么 因为最近投信也买很短 也不要笑投信短 因为大家最近都做很短 大家都怕 大家都怕 投信也是说我就有钱 最近我常常觉得投信 最近操作也蛮怪的 可能是上半年他们也赚够了 也赚很多 下半年就为了保绩效 保育业绩奖金 感觉有点 奇怪 投信买了 你都不会去 投信停损了 又大了 这个就没有参考价值 其实我想 真的不是台北股市大家的问题 是最近的行情就是涨 如果台北股市最近 就像我们讲的 它是个横向区间 对 那不是告诉你 我打到地板的时候要买 可是是破线 我到天花板的时候要买 可是不对啊 这是转强啊 以往追突破 都是这个胜率 胜率很高啊 而且追突破 通常你买到都是很强的股票 甚至你今天追的 搞不好明天会涨停的 结果最近 一出手追了就 看这个线确实是难玩 很难玩 因为连大盘指数看起来 如果我把这个加圈指数遮起来 你以为这是个股的时候 对你以为像个股 可是指数是这样子 可是今天 再补充大家一个好消息 因为今天毕竟 跌得比较深 对 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刚刚阿哥聊到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在很多的研究里面 我们都有发现现象 贵买是 其实是台北股市的 真正的领先指标 因为台湾流行中小型股 对 贵买有没有创新高 有嘛 对不对 今天虽然是长黑K 你不要说 David你这样讲台北股 老师 今天一根大黑K 全破 不对 贵买有创新高 贵买有创新高 贵买有创新高意味着 台北股市在未来几个月 加全指数 也有机会创新高 所以中小型股通常都是领先 是领先 其实这个从台湾的研究 跟美国研究也是这样 如果你看 老师 那个美国的多头强不强 你不用看道琼 道琼只有30只股票 这么好看的 代表性比较没有 就没意义嘛 好那看NASDAQ 看肺半 可是 NASDAQ跟肺半这些股票 好像没有特别领先 有没有办法可以看更快的 看Russell 罗素2000 罗素2000 还有罗素3000 那些股票如果 罗素3000 罗素2000再创新高 那不用看美股很快 2000跟3000 就是说小型的意思 就最小型 小型 全美中小型2000党 中小型3000党的意思 台北股市一样 台北股市贵买指数 在创高的时候 创上去你就会发现 确实 最近那个没什么 就是股本小的股票 特别容易涨 那当然今天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些些 但 这些操作上我觉得 他还是有他的难度 但我会讲他为什么要这样看 了解 包含我们阿哥你刚刚讲到的 最近刚刚投进 我们刚看了买卖操的部分 看都没有 就觉得 怎么三天 三天就换了人了 那变心变得快 所以这会最近操作难度大的地方 所以我们继续来请教明章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筹码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市的外资 这是这个昨天的资料 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这个买卖操还没出来 不过我觉得大家投资也不要看这么短 其实昨天或是前天甚至上礼拜 其实这个投资的脉络 大家还是可以从中抓到一些方向 那如果从上市的外资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买操的前几名 都在买这些低价股 低价股 所以这个现象 其实他不是走低价 他还有一个点 他机器低 机器低 没起到 中工没起到 对 吨很久了 大成工 很久不来了 中工很久不来了 都买好多钢铁 你这样一点才发现 都是钢铁 而且是低价的 而且很久没来 这些股票基本很好 但是你会发现 投资最近买的标的 他有抓几个面向 第一个 没什么长的 第二个 他有在避险的味道 也就是说 他也知道外资在放假 他也知道现在指数 好像没办法马上过 可是我又要买标的 我要买什么 哪边安全往哪放 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 其实你看投资也有买 买什么 买金融股 所以发现最近 你会觉得股票难做是什么 没办法 我都买这种 有人买中钢 对不对 买大成钢 买中红 店铁你看 之前很强的 涨多的 坎 外资看不爽的 坎 涨多的 坎 对不对 像是有赚的就跑 有赚我就跑 然后回头买便宜的 那不是跟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 都大盘就长这样啊 因为觉得最近难做是正常的 不要说你 阿格力也觉得 像我自己就有连电我就觉得很烦 我起立 转强了 没买 怎么回来了 快到70了 想说该拼着 结果回到60出头 这是我们上次聊的开玩笑 我又来了 我又不来 最近的行情心情就是这样 可是这样操作 我讲投资朋友们 如果你最近 愿意把这的话听进去 你会赚大钱 我刚刚没有讲过 台北股市在做 真正上涨前的最后一个回答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我们刚刚看说房跌100多 跌蛮深的 搞不好 这一集你看完未来两三天 是你这一个波段 非常好的布局 我觉得也蛮认同敏章的一个说法 因为通常大家觉得 坏事要发生之前都会跌 当天的时候反而红 像上个礼拜这个CPI公布 大家本来觉得要死 这个通膨一定会超乎预期 股票先卖 结果那天 那天就上去了 美股大张 而且你看最近这两天不在想说 哎呦 那个美国不是什么 40年最大的通膨 对不对 这一次通膨的这个增长 那12月FED 是不是又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声明出来 其实昨两方美股就在点这个 大家会怕啊 是不是 你是不是明年要跟我讲说 你要做什么升息 或什么调整的 市场一担心马上就下来了 通常像以前 我们在念书被老师叫去办公室的时候 通常害怕比较多 没有好事 没有好事 好 那我们看完外资之后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投信啊 像投信就比较有趣了 因为他买的反而是一些 像长範行花行 这是外资没来 外资没来 那他卖什么 卖这个大同 大同宝宝 联店 联店确实是有点焦急 可能是大家有赚先跑 有可能 那大同就像你讲的 卖掉之后 卖掉之后 所以投信的买卖 我们要怎么看 最近我会建议大家投信买卖 第一个啦 我觉得你去看它的选股逻辑 选股逻辑 选股逻辑会比较好 这里有一个很特别 3059的华晋科 很久没听到 华晋科最近在创高 在创高 没人知道 最近 因为我们在抠公司 这一家 公司拍自己讲的 我们戒末期不给抠 我查不到为什么还要戒末 他说不给抠 股价就涨了 好奇怪 这我就觉得奇怪 这标记说投信买超 这抠一定有人先知道 因为我们抠不到 不给抠公司 他说不给抠 要戒末啊 那投信 你买钱几张是你买什么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档是低价股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3059华晋科 这我刚看到就很有趣 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叫智元 智元 之前 智元 但智元 高档盘整很久了 今天 刚好智元 我如果没记错 说盘大概跌7 你会觉得 跌7% 投信买超 跌7% 开什么玩笑 可是你不要忘了 最近的盘就是这么的 诡异 我本来想说贱的 贱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 投信 之前 在智元身上被修理得很惨 上去追上去 把他有赚 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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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套住 把他又卡住 最近投信砍砍砍 砍到最后 终于又买回来了 一点点 结果间谍7% 所以万一 真不给面子 如果有人开始停损 搞不好被人起账 所以你要看外资金 有没有卖智元 反过来看 你们停损 大盘罪就是这样 你说我很好 我跳下去 哪有好那么痛 跳点更多 常常被点 结果最近 不对啊破线了 今天智元就破线 对 破了之后会不会 是虚晃一招我就来了 很有可能 所以最近操作 觉得有点反骨 跟你想的 跟我们学的逻辑都不一样 那这个就是 一个投资上 我觉得是一个大家会 常常都会confuse 因为我们常常有说 技术分析书写的都很明确 对啊 转强买 对啊投信也是对啊 转强买啊 为什么买了都跌 对像这个很好笑啊 转弱卖啊 对吧 大同破线转弱卖 8000多张 今天大涨 完全看不懂 完全就是觉得 最近投信操作 你不能怪他 就我们刚刚跟你讲的 其实大部分人最近操作 如果观众朋友 你也是这样 你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这是在12月份 毕竟它是个相形区间 合理的现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是说你有新鲜股票 基本面好 还是hold著 表管股价震荡吗 第一个 你有认同的股票 比如说我认知这股票 我觉得它基本上很好 或者我认同 我研究过我第二天 就像我后连电 对 我就是很加意连电 对不对 我转强不要追 我可以减吗 这一波我确实转强没有追 对不然就完蛋 那你最近咧 最近连电是不是很惨 对 准备减买一点 不是很简单 大家都买了 我投外资也买了 投信也买了 最一旦就到这里 对 你买下去股价没下去了 它竟然跌两三天了 万一再下去 我连电台股现在 我下不去了 60 60 12块真的下不去了 确实今天我看到连电 跟大盘比起来跌 跌比较少 人家大家卖不下去 不就是买电 那台北股市 除非你真的说 台北股市以后 有万八都不会来了 这就拨没机会了 不然大股市一定要去 不然这个就是送分题 就是台湾前五大城市股 这就是送分题 所以你从这张表面 你就会发现很吊诡的现象 我们觉得好的时候 反而不是买电 我们看起来很烂的时候 反而是买电 好所以总结来说 看完上市跟投信的这个 买卖超之后 大家应该要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不要太理会 这些短暂筹码变化 像我自己的粉丝自己也有问 就是说 这个阿格力联定外资 大卖多少张 十几万张 我跟他说 两个礼拜前 外资礼拜五大买八万张 那天我还记得 结果隔一个礼拜 那都是跌的 结果外资在卖的时候 再隔一周 反而是涨了 朋友敏章 所有这样的味道 所以呢为了怕被筹码影响 大家还是看基本面 或者是产业面就好了 那讲到产业面 我们就要继续请教邀古大师 就之前你跟我们提到这个大众控 我们粉丝也有在这个影片留言 我有看到留言 大众控警察涨停 不过很多人还是对这个题材 没有那么熟悉 必然 我们再帮大家补充一下 好不好 其实我觉得像如果好朋友们 你有在研究电动车的领域 一定听过AirHard 扩增实际的抬头显示器 你不要觉得我们这样讲 好像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 宾室要出这种的 有有 我有看到这个展示影片 宾室有这个配备的 很快就有了 所以AirHard到底 他为什么我会说他有长线的题材 他不是 人家原宇宙对不对 也讲AirHard什么的 你如果扩增实际 就跟我说你是原宇宙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原宇宙离我们很远 对不对 5年 10年 我不知道 真的太远了 你说这个公司到底获利能力 就能够收回原宇宙的部分 都还很远 你不管是什么宏达电 最近是什么建达出奇弹 都说我原宇宙 有贪金吗 没有 没有是正常的 有赚钱还是少数 可是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当一些主流的车厂 愿意用AirHard的时候 他告诉你什么 这个东西是真的 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 老大用 小弟们就跟着用 冰士用的后面不会跟吗 那一开始当然 冰士并就是豪华车的领导品牌之一 这样的品牌愿意用 那其他的车厂会不会用 一定会 那不是只有这个 中国大陆的华为的电动车也是 他也在明年的也是出AirHard 所以AirHard到底用在哪里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想说 会不会开车 我的 对不对 左转右转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视觉的障碍 有时候精神不好 车子又不看 又盲区 一定会有盲区 大车小车都一样 对不对 我的AB柱万一挡到 没什么都撞到 那很责力 行人提醒 你看不到的他看得到 电脑帮你看 电脑帮你看 对不对 我开车 他可以 现在不是很多车都有车道至终吗 其实这个也是 他就可以帮你调整好你的位置 那这些东西 通通可以整 不是现在的Hard 未来的Hard 一定是送AirHard 而且我觉得这个未来一定是 非常必备的一个配备 因为你看 我们常常在导航 有没有前方右转 到底是这一条 还是前面那一条 下一个还是哪一个前方 对对对对 常转错啊 你看像台湾的路 前方右转又没有两条怎么办 到底是哪一条要转 台湾的都市规划 算是蛮厉害 蛮特别的啦 没有那么整齐 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AirHard就有这个特色 那为什么我跟他提这个 因为这个大家太不熟 但没关系 我们慢慢认识他 上一次跟他聊到的时候 隔天涨停 好我们今天聊到当下 今天是跌停 今天是跌停 跌停版 要诚实已告 我们不能只讲涨停 對啊 好观众朋友 我们体会一件事 阿哥你也想一想 我今天GoPro漲停 我需要你讲吗 你不需要 我看了看到 我看了看到 今天这一根还没长完 他现在长一根 哇那么大 那么大一根 长这样子 大黑K 直接K下去 哇这条子 22天月线去了 月线 可是我说是他大哥 AirHard 其实这个题材 打从9月份 大众控第一次开座谈会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前拓普产研的所长 所长 他还讲的 他说要帮大众控来跟他聊聊 什么叫做AirHard 他们公司外来的规划是什么 当然我先讲 短线股价确实涨多了 对 以当时的规划 预计今年大概赚一块多 明年往两块三块跑 后年往四块五块 后年四块 不对 这个价格你把后年都涨了 如果四块的话 这边本一比也二十倍以上 对啊 我真的 我觉得云宇宙好玩就在这里 他是不是一波上去 就把未来五年都涨了 我觉得市场上资金真的太多 现在只要任何有一点 大家看得到未来 马上就反应 而且这一档好玩就是 这一档很有趣 他还在嘎空 嘎空 他在嘎空 上次聊到 这里本来空单大概五千多张 我看到昨天的数据 空单已经六千八 越看不错的人越来越多 就对 我最近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 老实 有人说可以借券嗎 我要借哪一张 很多人在那个券商问我 可不可以借他们大中共的去券 这么想要放空 他没看他 不要说不舒服 看他涨多了 对不对 不爽 就是说本意比太高了 对啊 不合理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分享 万一你身边刚好有这样的朋友 喜欢 刚好有聊到这样的股票 对 不管你是什么宏达店 什么卫宿 之前的什么声达科 标股 标股系列 腰股系列的 一个原则给大家分享 不用想那么多 股本19亿的股票 股本19亿的股票 所以你觉得他的量很大吗 这个量其实也不过三四万张 五万张而已 19亿的股本这量不算大 那什么时候会有危险 成交量周转率过高的时候 就会很危险 那你会看到股价有什么现象 刚好今天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刚好如果你有的话 这个上涨 他都有休息 一个上涨 休息 有没有 他都这样子 他不是 不能一直加班 也是会过劳死 不能一直这样打打打打打打 上去 因为当股价出现那种 一直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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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很多人在乱 那股票就别在做 就不能做了 如果你手边有摇股的 不管是刚好是这一档 或者是最近 元宇宙的摇股很多 像我们刚刚建达出一档摇股 立位也是 宏达店系列 几个几个 这边还有之前什么 之前低轨到卫星里好几档 就涨涨 记得我刚刚跟你讲原则 如果股价是一个很标准的 涨多休息阶梯 阶梯 他是一阶一阶 其实最近也是 我们把图跳回来一下 最近是个很象征 对不对 他不是说今天上去 市场认同 噴噴噴噴噴 没有 显然大家还是不太相信 大家不信 这标准就是大家不信 看到今天台北股市 美股一回当 今天直接打得快点 就是之前可能有赚的 今天想说 今天不买 我买啦 我买60块70块的 今天这根破型 我就卖掉了 这种反而安全 反而安全 反而安全 因为市场会对你很警戒 这一定有问题 这一定假的 对啊 我们男生被女生骗的时候 也都是觉得对方很可爱 天真无邪 这结果 可是股票其实有时候 就是这种心态 有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聊 刚好最近行情比较 诡诀多变 聊一些心法 聊一些投资的心法 跟心态 因为技术分析很管用 是事实 这我也很认识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技术分析 但偶尔他就会 像最近就是 嗯 其实没有一套方法 像那个价值派 价值派也不是永远都有用 那当然技术分析也是 一样一样 这些学派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有用 可是遇到目前这种状况 他就会有特殊的现象 所以我说 其实当你留意的是 其实这种类型的股票的时候 你要思考就是 这个量没有爆掉之前 其实这根黑K你要留意买点 给大家分享 这个可以留意买点 因为他 不会只有 所以我们就反正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参考成交量 如果 没有这样一根 这么大 没有那么大一根 量缩就OK 量缩OK 量缩没事 你不要爆量 那就挂掉就好 爆量就有事 不然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好 这一支是大哥嘛 那一天会有二哥嘛 你看二哥才好玩 二哥爆量在哪里 二哥叫2497的 哇 这一根也太大了吧 这周转率一看就很高了 11.8亿的股本 11.8亿 我写在这边 就是刚刚大概大中空的六成 对 但是 这个量比大中空大多了 多万充 对 但是很调诡的是什么 怕旗长就爆量了 其实这算是大开演技了 通常 通常长得挂了 对应这个K棒 我觉得后面应该是会这样 应该是这样 结果你看教学失败 今天他也跌停 他又来一段 又一倍 好夸张 这很夸张 而且这个涨幅比刚刚 你看 你如果觉得我们刚刚讲的大中空的腰股 这支怎么算 这支超腰股 这腰股的始祖了吧 这种掌法很夸张 你大家去炒 以利点没什么赚钱 车用啊 不太賺錢 就扣车用2亿而已 对 2亿 为什么说 有人说AirHard是大中空 为什么AirHard 以利点也有 因为它有Hard 它有出Hard 但是有没有AI还不知道 Air它有出 但是不是那种型 他们两个型 做AirHard不一样 了解 大中空的等级会再高一些些 所以大中空有拿到对岸的订单 这一家呢是因为 它是比较旧式的 但不是不行 只是说 现在市场有题材 所以他去就选 所以这样的话 这家没死 再噴出去了 当然啦我比较担心是 股价接近100之後 这一根会比较危险 毕竟位积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其实你去看 我们刚刚两种股票 都是腰股 一比较之下 这个比较怪 对 都没有休息 完全没有整理 这个有整理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我们刚好在聊这些股票的时候 最近刚好比较没有正常的股票 可以讲 我们刚好来聊一些不正常的 你就可以做对比 这个有助于大家 有一天 你比方说最近有些市场上 每一天会在渲染 元宇宙 那些股票涨多少 今天涨不很大 或者像投顾这个圈子很多 投顾老师说 我这支贪多少 其实你就会慢慢可以 避免被这种话术所吸引 因为我知道这个股票到底怎么玩的 对 你自己心里有底 投资朋友你自己心里有底的时候 你就说 原来 敏章讲过 这样的做法 怎样做是比较正常的 他如果不是长这样的时候 那股票都不要碰了 好 谢谢敏章来帮我们解析腰股 那我觉得任何股票 其实都是可以玩 只是玩法你要有所不同 像玩腰股 你当然就是用技术跟成交量 来做一个这个应对 那敏章也提醒大家 很多 大家可以多加参考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比较产业面 因为今天 规定教授部可以讲总金了 大家应该听不下去 我们要讲产业好不好 那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 环球金的涨价效益 预计明年上半年 会有很明显的一个 盈语的贡献 那环球金的妈妈 就叫做中美金 中美金持有环球金 过半的一个股权 那他们法说会的内容 直接帮大家画重点 环球金的产能 满载到明年的 而且涨价效益 是从明年第一季 第二季开始 不管是8寸还是12寸 都涨了不少 而且12寸的客户 想说 你以后不要再给我打开 这样要怎么 大家就签个常约 你跟我买多一点 那我算你便宜一点 所以呢 你看到客户 为什么要签常会 他们优薪 是2024到2025 现在才2021 即将2022 已经犯了到 三年四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这个细经元看起来 是一个超级巡困的周期的开始 真的是这样吗 怎么观察 我们请教授 来帮我们从产业面掃描 好 我现在大概理解就是 负责第二棒的人的心情 是怎么样 因为今天我算第二棒 对 你always之前都是第一棒 第一棒 那之前辛苦邀谷大师了 因为我刚才在旁边等到快睡着 哈哈哈哈 因为你上礼拜说你讲太多 我们这礼拜就让邀谷大师讲多 对对对对 轮流轮流一下 其实呢 基本上我觉得 大概听你们在聊天 就是一直在讲技术面 如何如何同学们的反应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股票 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对真的缺一不可 什么叫天时 天时就是大环境 到底现在环境是一个 热钱泛滥的环境 你看像 2020年3月Covid之后 一直到 今年5月 这个就是热钱泛滥的 你青菜走 台后打出去 会对的都会去 几率上 几率上是这样 这个叫天时嘛 那但是没有这种永远 过年的嘛 今年下半年就好 对 那可是问题是 天时并没有完全的 这个转坏 那这时候是不是地利就要配合一下 那什么叫地利就是产业嘛 你的产业是不是在这个 这个 信头上 在市头上 是 那就没问题 那刚才 邀谷大师在讲的叫人和嘛 就说 天时也对了 地利也对了 你自己黑白做 那就没有用嘛 还有一个 我没有乱做 但是背后的主力乱做 那也不行 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说实在的股票操作还是有一定的学问 天时低低的人和 那基本上呢 最近 为什么要先强调这件事情 是因为最近矽晶圆的股价不怎样 中美金其实上礼拜蛮强的 除了中美金以外 最近啊 那前面比如说 环球金是一直在跌嘛 那合金加金都有一段表现 那重点在哪里 其实当然就是 好像 天时也有地利也有 人和暂时最近有点失调 这样而已 但回到整个产业来讲 我要跟各位讲 刚才阿格力讲的这个长线的一个状态 我们怎么样去确认 而且怎么解读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 台湾 在7到9月买了 73.3亿的半导体设备 三个月买这么多 买那么多设备要干嘛 当然是要生产啊 没有买来放的啦 买来展示的嘛 他来当古董嘛 不可能嘛 不可能 而且你看喔 寄增率45% 年增率50% 超过韩国跟中国大陆 那我们本来 大家如果长期追踪 我们就知道 我们本来就是 半导体市占率最高的一个 的区域嘛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又大量的购买设备 那代表后面的单子 应该是不得了 我跟各位讲 全球啊 明年啊 准备要启动的晶圆厂 是10座 10座 明年 明年 再盖的有19座 19座 所以预计到后年 应该会新增 总共这三年 大概会增加29座 29座不得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晶圆代工厂 对 问题是 我盖完厂以后 我要有晶圆啊 要材料 所以才会有前面 他们赶快得先干嘛 签长约啊 要不然到时候厂盖好了 设备都进来以后 没有料 没有料 那没有用 所以 为什么 今年七到九月大 好 那知道 今年整个我们半导体产值 成长了25% 明年还有 所以这么高的机器还有12% 还可以12% 所以这个是很硬的 那也因为 那 生产这么多 我们要 有没有真的 把东西消出去啊 你看出口就知道 11月出口 连续17个月成长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靠 电子出口为主嘛 所以从这边已经确认一件事情 这整个产业的 的趋势性是很强的 而且我们 我们从这个 台积电来看 你看台积电 19月营收上来 10月 稍微受到长短料影响 但是 11月的营收又回来了 1482人 其实蛮好的一个成绩 非常好 他的月增率10.2 年增率18.7 是不是也在呼应 大买设备这件事情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现在硬啊硬啊 就是印度嘛 阿善哥 这个跟印度人聊天 我已经学到一个技巧 怎么样 就他 他说yes yes no 你看得出来吗 yes no yes是这样咬 然后no 是这样咬 后来我就看懂 那跟他们聊天 到底是yes 还no 那到印度 为什么现在连印度都在 跑来找台积电连电 当然我想第一个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 整个优势是存在的 对印度来讲 他编列这么多的预算 因为他未来需要这么多 包括20座 半导体设计零组件显示器的制作厂 因为 所有电子消费未来大量的需求诞生 感觉他们也想要搞自己的一条路 所以 请问一下 如果这件事情是事在必行 还不是要往上面叫掉 对 这件事情就是 好 然后再来 德国 德国也要 全世界都要吹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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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很红的 颏纖有没有 这也要做你去唱歌 世界巡回 世界巡回演唱会 台湾现在忙不完了 还要到印度 还要到德国 现在德国也要新建晶元厂 找台积电 当然因为 在欧洲的成本比较高 比台湾高的40% 可是对欧洲来讲 他一定要想办法补助 为什么 因为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欧洲的晶片 以前的市占率是25% 20年前 25% 现在只剩8% 这个还是全部的晶元 如果我讲先进制程 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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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先进制程 没有啊 可是问题是 对欧洲来讲 先进制程晶片的需求 现在是19% 到2030年是43% 怎么补足 我一直要吃豬肉 不然是豬 那怎么办 对 那不吃猪肉就算了 可是没有晶片 这件事情 会影响到国安问题 会喔 现在所有的问题 只要拉到国安层级来 就很严重 什么问题 这是国安问题 所以要不要谈 一定要 这一定要 所以你看又一个 没了 然后呢 现在呢 美国商务部长 他又说 晶片法案不得流向中国 那这件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爽 因为本来intel要去中国设查 水水水水 普天同庆 欸 现在不能去啦 欸 你现在是怎样 这个基辛格的心又要黑了 我给你钱 啊你现在 蛤 你现在是这样写在冲什么 蛤 我们两家已经不往来了 我给你的利用钱 你既然又跑去 这样怎么可以 欸 那些 你看 晶片法案 国安问题 有没有 国家安全 这不是教授讲的 这是政府讲的 只要拉到国家安全 一定要优先去想办法 那对intel来讲 这下事情大条了 本来想说来中国 对不对 也冲冲 难怪基辛格最近 飞到台湾说我们台积电好棒棒 是不是你看 之前才嗆 你们这个地方不安全 我跟你讲喔 你这个问题很大 那我明天要去啊 可以吗 見面三分勤啊 所以其实就是我刚才 把这个逻辑带顺了 有没有 全世界的一个 其实第一个全世界的需求 有没有上来 你看光台积电到处受到 这个邀请 你就知道 整个半导体 产业的需求很旺 好 那 那 不光这样子 intel本来要去大陆 现在又法案阻止他 那是不是得了 再来找台积电 没错 那我们台积电也是很客气啊 OK 没问题啊 我们不会因为过去跟你交恶 你这个是怎么样 你来找我 我就说no 不会的 我们是很客气的 可以吃出来就好了 你吃 够这个 这个手 我就会变这样 对不对 收 那为什么 因为对 对intel来讲 技术的跟上 到底能不能在 季辛格任内 他还有五年要退休 能够把它完成 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第二个问题 就算可以 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待 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他的新的这个处理器 所要用到的这一个 GPU GPU 是3nm的 那他自己要 处理 要等到什么时候 要马上 融合新的处理器要上来了 赶快找台积电 是不是比较 比较 实在 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云水救不了进火 对 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会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 刚才我把产业面的重点讲完以后 我们要拿出证据 事实的证据是 从去年 从 应该说从 2019年 然后到2020年疫情 很明显 有没有 就是在疫情两个月以后 欸 这个是环球金喔 你看他的营收 欸 然后接着 你看 每个月 黃色的是这个营收年增率 所以 从去年疫情之后 其实就开始转正 一直强一直强 对不对 好 这是环球金 只有一家不够 我们要就整个产业来比较 合金也是喔 同样的趾势喔 你看喔也是喔 大概疫情那段时间 大家还没有感受 后来疫情过后 年增率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一直到现在 都还维持很强的年增率喔 好 这个是合金 然后再来是加金 你看同样的结构 欸这个pattern看起来都一样啊 都一样 而且 这个营收还在成长 这个其实 如果我光讲这个喔 你也会 你当然可以反驳我啦 你就说 因为阿格力算客气的 不然你可以反驳我 我就自己反驳我自己 好啊 自导自演 对我就自导自演 自己cue自己嘛 今年好明年不一定好 对啊嘛 你要怎么告诉你 对 可是问题是我 为什么这个问题 大家现在问不出来 绝对不可能问 所以阿格力为什么没问嘛 因为他聪明了 我前面已经把产业的东西都讲完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他又问我这个问题 我得再回到前面那一页 再从头讲一次啊 大家都讲不完 那那个要不他是说 看 怪蛋喔 对不对 我后面还有 所以 其实从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了 其实 这个趋势会 就是无庸置疑的意思 没错 那你看中美金也是 对不对 刚才好像有人在念中美金 中美金 中美金 喔在讲什么大铜是不是 是不是就中美金 对中美金 那你看中美金 一直持续的走上来 好 年增率也是很好 营收年增率 那当然你说这些股票要怎么挑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环球金前面有走一波 因为他在要併 这个德国的这个公司的时候已经有走一波 那佳金其实前面也大涨一段了 对 合金也是 但是基本上以佳金跟合金的本益比来讲 我觉得有点偏高 那 就本益比的角度来讲 我反而觉得中美金比较合理 比较可口一点 对比较可口一点 而且最近 当然今天又一根黑K啦 因为我这个是到昨天 好 但是我从整体来看 我从几个角度来帮大家解释 所以如果之后有跌下来 我觉得反而可以去思考要不要来承接 为什么呢 当然这个技术面的东西 如果他跌下来他都 这个是保塔线 他没有翻黑 或是翻黑以后重新翻红 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接 保塔线的原理大概是什么 就是跟前三天的 的高低点来做一个对比 所以假设他翻绿了 就是破前三天的一点 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我产业我已经先放在前面看 所以一旦他保塔线在翻红 你看像这里就是保塔线翻红 就代表他又重新转墙了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 可以一个比较好的 提早上车的机会 当然我要不要上车 我当然要看车厂小姐好不好看 小时候坐公车 我这车厂小姐 你这个小孩子好烦喔 你这样也迟到 没关系我等下一班 对不对 我车厂小姐哪漂亮 爬窗户都要想把他挤进去 对不对 好 那当然我觉得这里面 我们短线转墙 会想要做的原因是因为 长线的指标 这个DMI 他还是维持多头 所以 多头是长期趋势 我在短线的转折中 找到进场 长线保护短线 没错 但是我需要 要有Bug 就是要有背景 这时候公保地 你也可以圈 好 对不起 车县了 你要有Bug 那什么叫Bug 就是外资 投信 自营商 我们看最近其实 都是在买方 而且他不是刚买 他其实 买了一段时间 而且他也没有特别做调节 那尤其是我觉得 到年底之前 因为我们也不要讲太久 因为每个礼拜都要来 所以我们先讲到年底就好 留着点 这个要留着点 我觉得在年底之前 我会先以投信为主 因为我认为外资这波放假 你要回来也要等到 12月25 26号以后 对不对 才慢慢回问 所以年底之前我会以投信 那这个投信也特别有韧养 所以我觉得以矽晶圆 这个产业的角度来看 这个产业没有问题 那如果要观察要操作 我觉得可以思考一下 我刚才讲的这个方法 那筹码看起来确实是相当不错 我们就谢谢教授 来帮我们做解析 那矽晶圆阿格力 确实也是非常认同 因为我常常喜欢讲一个概念 就是产业 我们要去找交集 所谓交集就是说 像之前这个疫情的时候 这个物流不是在找吗 因为每一家都用到它吗 那如果在这个半导体的时代 每一家都要生产晶圆 那最上有这个矽晶圆 势必就是大家可以去多关注 一个产业的方向 好那接下来呢 除了矽晶圆以外 我觉得这个电动车 也是很重要的题材 那讲电动车 或者是说这个ARHARD 我们都已经跟大家解析过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讲 锂电池的部分 因为锂电池这个应用 真的是非常广 不只是电动车 以及未来的除能也都要用到 所以现在这个锂电池支付 这个日本大师吉野章 他提出了一个概念 他说电动车 你如果要塞一圈 它可以变成一个除电的设施 闲置不用的时候 可以把电力传输给电网 那让国家去做一个电力的配送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底下 我们再拉回台股里面 电池股很久 好像没在动了 康普 什麽 不是什麽 美琪 所以邀国大师 这两家电池股 说实在也蛮邀的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可以怎么样期待 阿哥你刚刚又有点饿 你又饿了 想到这句 因为我在想一件事 大家看这两张股票 我觉得很好玩 康普上次我们在 这个节目上聊到 我就说其实大家注意到 那个爆量的问题 那时候你就讲 这个量有鬼 这个量不对 你看嘛 股本10亿 sorry 股本10亿的股票 股本10亿 你看这个量多少 5万张 超过5万张 10亿的股票5万张一出现 再配合一个头肤黑K 马上就挂掉了 像刚刚一粒店 那个真的是特例 那个就特例 那个就是很怪异的现象 但这才是正常的 正常来讲 股票我前面买这麽大一段 赚钱的我一定会卖阿 然后可能说股票赚钱 赚那麽多不卖的 对不对 这个才不合理 那这股票涨这样的时候爆量 可是康普好不好 我讲句实在话 如果台北股市 一定要聊电池的话 这一档一定会有 它绝对跑不掉 所以说你只要看到任何题材 只要讲到电池股 你第一个想到就是康普 不可缺席 绝对不会缺席 它一定有 所以你就会训练自己 是一个很直觉的 人家说电池不错 我第一个胖 4739 康普 直接打下去 線型不错我才来 可是那现在怎麽做 它这麽久没涨了 这真的还会涨吗 我闻一下我模仿上看 对啊 对不对 民章讲的很对 要古大师说的对啊 爆量不涨啊 做头 我最讨论他这个句 做头 那線型也就破 这也破 这也破 那万一破了怎麽办 真的 藍线是季线的位置 对啊 不可以来讲助随啊 都说人家破 好朋友们 我会这样讲 就是不会助随他 阿哥你很了解 我们讲话不可以那麽的 對不對 蛮有口德的 好不好 他开始无量了 對不對 亮一说 长线的整理完之后 欸 他越来越 有沒有看到 他开始做一个什麽 所有的均线 纠结 那均线纠结有什麽好处 你再看下面的筹码 之前投信本来看不错 欸 投信高导我卖喔 所以他这投信这次卖得很漂亮 然后就慢慢减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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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到最后投信会 没有股票可以卖 这现在也 其实虽然是卖差不多 但没有啦 动静 我能卖的有限嘛 剩下我可能留一点 或者说干脆已经卖光了 好了 这股票就有缺 这效果发生什麽有缺事 看股票 这是绝招 大家可以记一下 我明明看得很烂 線型也很差 投信也卖的 一直卖一直卖 卖到没东西可以卖了 他如果突然 来一根呢 所以我们就等这个讯号 你等那一根突然再进来就好了 因为 我跟你讲 我觉得投资有个习惯 我们先不要讲说 我们对这个产业有多懂 其实一定有限 我们不是老闆 我哪知道康普到底好不好 你说做电池 我又不是电池支付 我知道好不好 你刚才说锂电池 我哪知道锂电池在那里做什么 对不对 阴阳及怀告不懂 好啦 那我最简单的嘛 我就想嘛 如果这个股票前面看得这么差 突然来一根 表示有人知道啊 投信也卖光了啊 突然台北股市 万一到12月份12月底 突然 这样的股票来一根 或者下一个月 突然这个股票来一个启动 它会不会再来一根 就有新的老炸进场 那就表示 它搞不好有新题材啊 它搞不好又有新的筹码进去 要去养这档股票了嘛 对 那我这样投资上我是不是事半功倍 我先聊好 我知道电池是个有未来的产业 而且我知道电池是个有未来的产业 好 那它涨这样的时候 那一根就可以看嘛 对 但你会怕什么你知道 我最怕的 有时候股票 怕怎么样 它突然就涨停了 突然涨停了 我来不及买了怎麼辦 你像我这个嘛 都不讲武德的嘛 我这个涨停我怎么要买 会不会有这种的 有嘛 那我们要准备那个嘛 备案嘛 下雨都要雨备了 股票要备案啊 万一我康普买不到的时候怎么办 我还有沙奇马买 美奇马啦 我还用美奇马可以买嘛 对啊 现行有没有跟康普很像 有上市新民知道吗 也不是马后炮 在更知情股价还没有那么低的时候 就说 这个很危险 爆量这个要小心 因为它已经结束了 后来配这根就是 其实美奇马也是 美奇马也是 美奇马是同样的位置 爆量这后来一次就没了 这老大都走他 老大齁 你看嘛 其实康普就是这很明显嘛 康普才是阿逆基 康普不动了 美奇马就停了 可是这有什么好处 大家在思考 我今天买电磁股 万一我康普 买不到怎么办 没有美奇马 而且他们是有联动的 他们有联动 所以我们常在讲一些产业的时候 我不要说我们刚刚教授讲的矽晶元 矽晶元动的时候也会有联动的现象 电动车动的时候也会有联动的现象 电磁股动的时候万一 对不对 康普买不到 还有美奇马 那通常是这样子 往往他们两个是 一个组合型的 就是你起我也起 你落我也落 差别在哪里 美奇马没有头信 对啊 头信你 完全不买 没什么动静 都没不动 那其实美奇马的公司好不好 其实美奇马一直来都蛮赚钱的 只是说 因为之前的股价真的有点 就像我们常常讲的 过热的啦 股价过热 就不建议投资朋友去参与 因为你 你懂说是 但你有听我们的 这里有稍微减码的 你过去这个月你不会无聊 一个月不动了 可是他这个下一次来的时候 大家注意 台北股市 现在12月我们刚讲 是毕竟比较难做的行情 但他不会免贴到这样 对 只要再过一个两个礼拜 好做的行情就来了 那个行情来的时候 像这种股票万一发动 就要留意 因为他可能 一上去又有两三成三四成的空间 给大家的参考 好那谢谢敏章来帮我们做解析 腰股 大家还是可以好好把握 在腰股很烂的时候 敏章大师就有跟大家讲 这个成交量如果量缩 你先免金中 等到这个量回来了 那股价上涨了 千均万马来相见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好的时间点 好那最后呢 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这个 肺德的升息 以及这个盘式的动荡 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就是大家 刚听到这个个股轮动实在太快了 上个月玩电子 这个月不知道玩什么 这个月想要玩的 下个月也不一定会涨 所以就有一派说法就出现 那不然被ETF的合法 因为指数在震荡嘛 那往下走 你如果选股反弹 不一定会涨 那ETF至少还会动 所以我们就要来请教授 帮我们最后解析 在这个肺德这个升息的背景之下 那我们怎么来考虑明年的投资 要选个股呢 还是ETF以及 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 这样还是得讲总经 哈哈哈哈 哎呀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啊 万事其实不理总经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天时地利人和 没有我刚刚是先骗大家没有总经 大家才不会转 好不好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达到 这么厌恶总经的地步了吗 没有大家已经暖身了 那我们后面放ETF嘛 这边大家就比较贴得进去 其实我跟大家讲齁 如果 学习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好像 你有如果有吃过那个套餐 对 为什么要先来 那个 那个 前菜 前菜 面包 然后因为你在边吃 心里就一直在那边念嘛 看这吃这个 饮饭就吃这个 他说 不不不 後面 煮菜 有煮菜 後面 哇甜甜来了 煮菜了 你刚才吃的那一小盘就是了 你没有吃到吗 你不要这样啊 其实我跟大家讲齁 总体经济在整个投资领域里面 他其实就是那一块 高档的这个 这个 非力牛排 其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大家以为是前菜 先看而已 其实他是主菜 我们过去都 上菜的顺序都错 先把牛排放在前面吃 那是因为已经吃饱了 对 然后后面就觉得 你这个 煮菜了 那你知道好东西吃 就是一上来就吃 就没有期待感 所以其实牛排放在后面 煮菜了 煮菜了 那当然我 我讲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目前其实 我们也不用一直去 去拆啊 什么升息这个 吉马啦 升几次 这个玩久了 这一套梗已经无聊了 为什么我一定会升息 就是一定会升息 因为通膨就这么 这个我以前 我们都讲过 那现在只是 而且 现在鲍娥的态度 有这么明确 你看之前我们在节目上 我是不是骂过他 有 我毫不畏惧的 就直接骂他 你不是说你骂一骂 真的吗 我可能老年痴还忘记 我就毫不畏惧 对不对 我就说 通膨怎么可能是短暂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 对 有有 这我真的讲 其实我跟你讲 那时候他是在装的 装的 因为他必须要连任啊 你看他一连任以后 他就说 其实不是短暂 这个 其实举国皆然 跟台湾的选举也一样 这个跟男女朋友交往也是嘛 在交往之前 哇 装啊很会装啊 哇 那一曲到手 我老婆 我老婆最近跟我说 你终于会在我面前放屁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他以前一直以为你没肛门是吧 对对对 所以很会装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升息这个绝对的 那只是时间点的问题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别忘了一件事 就是 鲍尔之前有讲过 他必须先把缩减购在这件事情做完 他才会升息 现在先来 好 那你要做怎么快 你要怎么快 你再快就是6月 你要压缩到3月 那个是 你压缩到 来 你来 全菜 干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后面组不可能嘛 我已经有看到外资 法人说 3月要把它做 我说那你是怎样 麵 起笑你 生菜沙拉来 然后面包来 全部给他塞到 都不用補了 然後 瘋子 我这有次要起来了 你吃完要下班啊 对 我觉得不可能 逻辑上绝对不是这样 那如果不是这样 基本上 升息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 因为 别忘了 鲍尔之前是说 要等到2023 对不对 所以对他来讲 是不是提早到2022 就是快 对 所以我提醒大家 这件事情 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当然物价 这个都上来 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就不再赘述了 包括升息的次数 这个也聊过了 也不再赘述了 那重点是什么 美元也 又又开始转强了 这个代表市场 资金流动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 几个重点 因为该讲ETF 我前面先软身一下 就来讲这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其实如果 第一个升息不会这么快 对 真正的升息 就是真正影响股市 就是让股市大跌的那个升息的动作 我预计应该是落在明年的第三季 所以真正股市真正的跌 应该是在明年第二季 就是第一季结束之后 之前教授 这一集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段时间要帮我把它 take上去 这样子以后 我们才能说回来哪一段 就很快嘛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之前有讲 有讲啊 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 现在的跌是不是都是假的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真正的跌是在明年第二季 主跌段还没来啦 对 那现在的跌应该都是买跌 从过去几次的角度来看 其实都出现这样 这个是哪一档一贴 但问题是要买什么 是 SCHG 这一类的 我只是举一档啦 但是大家可以 去找类似的 教授这一档是怎么 他两面的标的就是 就是苹果啦 脸书啦 就现在叫Meta 反正我讲脸书 大家都知道 Google啦 微软这一类 大型的 科技巨统 而且成长力道相对比较强的 大家别忘了 升息的背后代表的是 经济成长的力道 在不断的强化 对 其实大家别忘了这个问题 就是升息虽然会短暂影响股市 但他其实代表是整个经济的 成长的力道是在强化的 成长的力道是在强化的 那谁在经济成长的环境中 他的力 成长力道是比较强的 当然是大型科技股 所以 这一档标的 其实他做的就是大型科技股 那你也会发现你看 像 这个Omicron 来的时候他不是 就很快的跌 但是他反扑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 这一档 我觉得 因为 我们在做资料的时候 其实是美股开盘之前 那当然 这个昨天晚上美股 尤其是肺半野大跌 所以这一定会受到 因为苹果也跌嘛 苹果领跌啦 那但问题是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说真正的大跌段 还没到 还没到 所以如果要操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到明年 第二季真正大跌之前 可以波段操作的 那个概念的ETF 波段操作喔 波段操作 不是存骨喔 这个要理解 好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给各位一个 比较有趣的 我觉得时间 我觉得可能可以拉长一些些的是什么 就是 这一档叫 如果你 你喜欢喝酒的 这一档你一定喜欢 喝酒 SO 好 对不对 艾林酒SO 人头嘛 石油跟这个气体相关的 SOB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对 各位如果回去有兴趣的话 去把这一档ETF的 那个 月线叫出来 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指数 在相对低档 之前可以到180 这是现在都还在低档去 180 现在大概才90几 对 那我要强调的是说 他只要油价维持在一定的一个水准 他就会赚钱 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在提供设备跟服务的 没错 他不是靠油价的涨跌在赚钱 就是只要油价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设备商就会添购设备嘛 没错 那他想要挖这个油井嘛 开井这一类的 那就有机会 所以这个我觉得 在未来 这段时间 尤其是经济成长 然后绿能还没有办法完全衔接上的时候 我觉得石油应该还是短线上 我讲三到五年 还是不可或缺嘛 所以这一档 我觉得时间可以拉长一点 尤其是通货膨胀 尤其是通货膨胀 然后 再来 这一个叫做SPHD SPHD 你如果要贴PhD 你就知道 我已经是PhD了 这就是PhD了 PhD的ETF 我没有贴PhD 这就是PhD喔 那这个呢 其实叫做 第一波高席 第一波高席 今天投资朋友就很小 波动小 但是 利息多 股利率很还还不错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到其实在这一波 在这个去年疫情 它也是有上来 那其实反而这一段修正它也不多 那但是你说 Omicron这种跌 它跌 但它反弹也很快 而且跌不到10% 其实也是蛮快的 所以 那我觉得这个在明年 明年在这种所谓的升息环境之下 大家对股市又有一些不确定 干扰因素的这种担忧之下 这个ETF 我觉得就可以 逢 跌 5到10% 就来买一下 因为它的波动度比较低 你不用怕它会跌到哪里 跌5到10% 你就买一下 其实低波动跌5到10% 那其他的大概 就好买了 那大概就15 20 那加上它有稳定的配型 你跌越低你的殖利率就越好 这个我给 来跟大家分享 那当然因为 这个 大家可能也是希望 想看看说 啊我 不是喜欢ETF的 或是ETF之外 能不能有一些 个人我在追踪的 就请教授来帮我看 最近有哪些筹码不错的 快速帮我们 但是 今天都不算 因为今天都跌 今天都跌 也没有全部 也没有全部 但是 跌也可以 跌你可以找买点 这个逻辑 这一档我自己 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 连勇 连勇驱动艾西 那你过去面板一直在 一直在往下走的时候 它也受到影响 可是 刚才那个 妖谷大师不是想要元宇宙吗 其实 现在什么都想要元宇宙 所以 已经不重要了 重点是什么 当我的手机面板变大 我要戴眼镜 我要做任何事情 我的驱动艾西的需求量一定会增加 还有包括车用 还有包括车用 所以 你知道它今年赚多少钱吗 它今年赚的钱跟 联发科一样 跟联发科一样 但是股价一半 才一半 我就说这什么一回事 这什么一回事 这个中间到底哪里出什么问题 所以你看 投信是不是回来买了 他也发现说 外资都是啊 对 奇怪 奇怪 我们是 金钱麦酒市 喇叭搞得 奇怪 结果一走去 真的两片喇叭在做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可以来去追踪 就是 而且明年 听公司的表示说 明年赚的会比今年多 所以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 穩帽 其实穩帽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 对 那最近开始动起来 为什么 欸 其实跟这个 这个 功率放大器 当然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包括 人脸辨识 讲了人脸辨识 很好玩 就是 在某一个女生呢 被他男朋友 这个 昏迷的 弄昏了 当然可能 安明要还是什么 还是灌酒 我不知道 弄昏以后他把他眼睛打开 眼睛打开才能偵测 对 然后人脸辨识 少了以后 把他的银行的钱倒零 还好我眼睛很小 这个东西不容易 呵呵 对不对 倒零 六十几万台币 六十五万台币 很惨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那这样人脸辨识不是 会有问题吗 好 结果有一个网友呢 他们就用演算法 去做了一个干扰 就是 做了一个人脸这附近的那个图 然后贴在眼镜上去干扰 那个人脸辨识系统 然后成功 然后他们就拿所有的手机来测试这样 真的都解开欸 很夸张喔 就是你的手机 我不是说谁的脸喔 是我这个脸任何人的手机 只要是人脸辨识 我来我都可以解开 这么夸张 唯一没有被破解的是谁的手机 是谁 iPhone iPhone iPhone就有帽子了 对啊 这样大家知道 我讲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带这个梗 时间有限喔 okok好 所以你看喔 那后面也有 讲一点小故事 外资投心都买啦 okok 好 然后大户也增加嘛 群联记忆体 一样嘛 是 就是我找的 我喜欢的股票都有大概 类似 就最近都开始慢慢上来 都涨这个pattern 获利开始上来 然后有法人在认养 而且重点是大户也进来 大户也买很多 然后当然最后这一个 我还不免的 还是要免赎 因为今天大家可以 讲一下 可是我觉得 大蝶反而是一个 好的机会 因为我买他不是 因为他 他多厉害 是因为 不是他多厉害 对应该也算厉害啦 就是今年明年获利 所换算出来 如果能配发的股票 不会太差啦 其实殖利率会很好 我其实就这个概念而已 那 其实我的逻辑还是一样嘛 你看如果法人 愿意切 这些人都不是笨蛋 然后 大户也竟然买 那我觉得 如果跌 其实跌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怕 跌殖利率会好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大型成长股做一个波段 对 然后低波高席 你可以逢回 就是布局 因为未来 这个升息的题材 然后能源相关的 我觉得 也引发了通膨的原因 所以它是 也是要值得取最终 那个股的部分 我的逻辑还是很简单 就是 一定要有法人愿意认押 然后未来获利前景不错 那基期相对低 提供 分享给大家啦 好那今天这集 真的是大家相信收获满满 从腰股到ETF 以及个股啊 我们的教授跟腰股大师 都帮大家做一个全盘的解析 那相信在这样动荡行情之下 我觉得啦 市场上的资金还是很多 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惊恐回答 就是你买进的一个机会哦 好那如果你喜欢 阿克力的投资最给力 我们准备的全面内容化 别忘了上Facebook跟YouTube 订阅投资最给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